小王总 今天这个合同一定能弹成的 哎呦 对不起 你把我衣服弄到我怎么参加机会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哎你是不是有病啊 对不起我还有警察干嘛 算了算了 大爷不是故意 这衣服我赔给你吧 哎大爷 您这拿茅台擦玻璃啊 哦 这不是没有消毒液吗 我就用这酒啊 替代一下 还用茅台擦地 这是猪鼻子的擦葱 装什么像啊 我没骗你啊 我们家有好多各种类型的酒啊 没想到大爷还有收藏酒的爱好 外号到头上 都这样了 正好有两瓶自己灌的酒 就送给你了 这不上不了台边的东西我才不要呢 没事 您这酒纯柔绵厚非常香 大爷您这什么酒啊 我也说不上名字 叫什么来着 哦 汉地 真的假的呀 你们要是喜欢 我明天啊 多带几瓶给你们 咱们这酒啊 我们家也是给牛喝的 你骂谁呢 我没骂你 这酒啊 在我们家真是给牛喝的 我们家是养牛的 吹牛也不打草稿 哪有牛喝酒的呀 可能我们家那头牛啊 不一样的 一头牛啊 还有什么书业大户呢 连我们的饭钱都抵不上 书业之大无奇不有 大爷也不一定是在吹牛 大爷 您家养的饭牛 书丹牛啊 小五这样你都不生气啊 你才是他女朋友 没事 她就像个替代品 承担着我对前任所有的不满 小五 怎么了宝宝 我们回家吧 听话宝宝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 喝酒啊 一个戒指而已 这么晚了 你懂什么 那他送给我的 走吧 小五 我找到了 你不就是想这样吗 他这么对你你怎么不分手啊 很难找到和他那么像的人 得不到他 还不准我退而求其次呀 原来我们都不过是彼此的替代代代代代代代 你 你怎么在这儿 建你回家 相互去奶奶了 我可以为我们的三产 단一班